欢迎大家收看社会社媒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高雄金剑抽象交通标线 网罕很直觉 素食店自制辣椒酱金剑大蟑螂尸体 往下一看就很入味 来真的 日清推出卤肉饭 咸豆浆粥两款台湾口味杯餐 母狮温柔舔幼崽 夏淼静咬头咀嚼吞下肚 游客全吓傻 妈坚持要让儿睡到自然醒 不上第一节课 群里杠老师 请大家收看 高雄金剑抽象交通标线 网罕很直觉 自由时报 最近一张高雄道路的交通标线照片 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照片显示的交通标线 有两个箭头和一个圆点组成 形状相当奇特 有网友表示 这个标线很直觉 简单易懂 但也有人表示没有一致的规范 让人民无所适从 一些人质疑这个标线的设计 是否符合规定 认为应该参考国外的标线设计 这张照片引发了对台湾交通标线华社的讨论 素食店自制辣椒酱经见大蟑螂尸体 往下一看就很入味 自由时报 近日 一名台湾网友在脸书上爆料称 他购买了一罐自制辣椒酱 没想到在辣椒酱快见底时 发现罐子底部有一只大蟑螂 原 PO将有蟑螂的罐子还给店家 但店家表示不是他们的问题 此事曝光后引起网友热议 有人要求公布店家 有人调侃说这蟑螂吃素 对此 原PO表示感到恶心 询问该如何处理这种无良店家 这起事件引发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 来真的 日清推出卤肉饭 咸豆浆粥两款台湾口味杯餐 自由时报 日本泡面大厂日清食品宣布推出 以台湾经典美食为主题的杯餐 包括卤肉饭和咸豆浆粥 这两款全新口味 预计于3月18日在日本全国发售 消息已经曝光 立即引起了台日两国网友的热议 许多日本网友表示期待购买尝鲜 而台湾网友则对这一创意表示惊讶和好奇 母狮温柔舔幼崽 下秒镜咬头咀嚼吞下肚 游客全下傻 自由时报 沉定于核稿编辑 在非洲坦上尼亚的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 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一位游客目睹了一头母狮将自己的小狮子 咬掉头并吞下的场景 这个画面被拍摄下来并在YouTube上分享 影片中显示 母狮子叼着小狮子漫步前行 游客们以为母狮可能在搬迁幼崽 然而母狮突然停下来 放下小狮子并开始舔尸她的身体 看似是在照顾 但下一秒 母狮将小狮子的头含进嘴里 撕扯咀嚼并最终将头吞下肚 目睹整个过程的游客表示 他们完全被这个异常的情景惊呆了 专家指出 这样的情况很少见 但在食物短缺或家庭压力的情况下 狮子可能会吃掉自己的同类 正常情况下 母狮通常会对幼狮展现出 卓越的母性关怀和保护 确保后代的生存和狮群血统的延续 妈坚持要让儿睡到自然醒 不上第一节课 群里杠老师 社交媒体 近日 上海一名妈妈在小学儿子的 狮掌群组中表示 儿子第一节课不上 要睡到自然醒 这引起了老师的困惑和争议 学校和教育局已经介入 并与家长进行了沟通 聊天记录显示 该名妈妈认为 孩子睡饱比上课重要 甚至表示不在乎作业 双方在后续沟通中发生了争执 教育专家表示 学生上学时间是公共决策 不能由个别家长任性决定 所有家长都需要遵守 义务教育的规定 超市牛肉 竟是瘦肉煲牛油 他切开一看气炸 社交媒体 该新闻描述了中国辽宁省安山市 一名女子购买牛肉后发现是假肉的事件 女子在超市购买牛肉后 回家切开发现 里面是一块被贴满瘦肉片的牛油 他气愤地拍摄了视频 并在网上发出来 视频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和讨论 最后 涉案的厂商承认错误 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赔偿女子的损失 并向她质疑道歉 防盗网在乘货 湖南楼房失火 女孩眼睁睁被烧死 社交媒体 该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愤怒 许多人对相关视频被清楚感到愤怒 并质疑有关部门是否在掩盖真相 一些网友指责当地政府和媒体 对事件进行了封锁 以避免引起公众的愤怒和不满 这起悲剧再次引发了 对于火灾安全和防范措施的关注 许多人呼吁加强对于住宅安全的监管和宣传 以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此外 一些人还呼吁加强对于未成年人的照料和保护 以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 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件发布官方声明 对于火灾的具体原因以及家庭成员的安全情况 仍存在疑问 随着事件的进一步调查和报道 我们希望能够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以便更好的理解和预防类似的悲剧 视频曝光 拉萨飞成都航班剧烈颠簸 乘客狂叫空姐声音发抖 社交媒体 总结起来 3月3日晚 西藏航空从拉萨到成都的航班 在飞行过程中遭遇强气流 引发剧烈颠簸 乘客惊叫不已 空中服务员通过广播安抚乘客 称这是正常现象 但自己的声音也发抖 有乘客表示 事后航空公司处理得很好 而在安全降落时也有乘客鼓掌 大妈动物园内突爆女落车小便 猛兽悄悄逼近 社交媒体 这则新闻提醒人们 在野生动物园游览时 要注意安全和遵守规定 野生动物园内的动物 虽然被围栏隔离 但仍然是野生动物 具有一定的攻击性和不可预测性 所以 游客应该尊重动物的生活习性 不要下车或开车窗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危险 同时 野生动物园也有责任 加强安全警示和管理措施 保证游客的安全 误以为小感冒 高中女师 四肢发黑坏死 被迫截肢 社交媒体 美国德州一名高中老师 因感染性休克 导致四肢发黑坏死 最终被迫截肢 他起初只是感到轻微的感冒症状 但几天后 出现高烧和呼吸困难 被送往急诊室后 被诊断为肺部感染和感染性休克 为了拯救他的性命 医生只能截肢 其中一个导致症状恶化的原因 是他一直在服用的关节炎药物 削弱了他的身体抵抗感染的能力 感染性休克 每年约影响75万美国人 且有30%的患者 会因严重败血症而死亡 尽管面对困难 这位老师选择积极向前 重新打起精神 并表示不会让苦难来定义自己 新娘说完 我愿意下秒突在圣坛上昏倒 社交媒体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一名28岁女子 在婚礼上突然昏倒的视频 在网上走红 据报道 凯撒林在婚礼上承受了高温和厚重服装的不适 在说出我愿意后突然昏倒 视频中可以看到 他倒地后立刻引起了观礼宾客的恐慌 但他坚持要起来完成婚礼 随后 凯撒林被送往急诊室治疗 他表示 虽然当时很伤心婚礼被毁 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好笑 他还打算将这个有趣的故事分享给未来的孩子 上海一名办幼稚园公式停止办员 招生困难 社交媒体 据报道 上海学会区民办第一幼稚园因人口出生率下降 面临招生困难 决定停止办学 幼稚园负责人表示 学生人数一直在降低 已经处理完在校老师的工作事宜 正在读的幼儿也已全部转出 上海市2022年度人口监测统计数据显示 上海全市总和生育率为0.7 学会区为0.51 均为历史新低 第一幼稚园成立于2016年 是一所具有运动艺术特色的幼稚园 教育理念为培养爱运动 爱探索 有素质 有能力 会学习 会生活的孩子 医院自制护肤品和美容项目为何受热捧 社交媒体 近年来 一些医院自制的护肤品和美容项目受到了热捧 这些产品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成分简单干净 用起来放心 一些人选择到公立医院购买护肤品 因为价格更有性价比 而且可以避免购买假冒伪劣产品的风险 此外 一些人还选择到公立医院做美容护肤项目 因为可以放心医生的技术 避免一些美容机构跑路的问题 然而 由于购买渠道有限 一些消费者不得不通过代购来购买医院自制的护肤品 这催生了代购和纺制等多条产业链 一些代购商家通过跑医院挂号开药的方式来销售产品 虽然价格贵一些 但对于一些地方的消费者来说 仍然比自己跑一趟北京要划算 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冒充医院自制产品的仿制品 消费者在购买时需要多加辨别 医院自制的护肤品虽然受到了热捧 但消费者也需要保持理性 医生提醒消费者要注意区分护肤品和药品的区别 有些自制的护肤品并非人人都适合使用 应该先去医院面诊医生再购买 对于网络上的仿制产品 消费者要谨慎选择 因为这些产品可能对皮肤产生刺激甚至损伤 增加皮肤过敏的可能性 如果选择医美护肤项目 消费者应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面诊 并和医生沟通自己的护肤需求 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推荐适合的项目 深圳落实一天一节体育课 英语老师开始教体育 社交媒体 今年深圳学校开学 推行了一天一节体育课的政策 引起了教师、家长和学生们的关注和讨论 有人担心这会压缩主科课程 影响学生成绩和升学 但也有人认为身体健康最重要 尽管新政策产生了质疑 但在经过两个星期的磨合 教师、学生和家长们 逐渐适应了新的学习模式 一些主科老师被要求代课体育课 但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风格 有的语文老师让学生聊天 感受户外的风和阳光 有的数学老师让学生边散步 边计数学公式 体育老师的工作量也大大增加 他们每周有17节课 还要带社团课和早训 虽然教师们在适应新模式 但也面临家长的担忧 担心其他老师上课不规范 孩子运动量太大 英语跟不上等问题 教师们需要安抚家长 并解决这些问题 体育课的改革并不容易 教师们在开始阶段 面临了种种困难 有的教师上课时喊错了口令 有的学生上完课后生病 但教师们努力适应并改进 比如一个教师开始自学太极拳 以此来教学生 虽然教师们逐渐适应了新的教学模式 但家长们的疑虑还是层出不穷 他们担心学生在体育课上 花费太多精力 导致其他学科的学习质量下降 教师们需要解答家长的问题 并在教学中逐步调整 新政策导致了英语课时的压缩 教师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备课和修改教案 家长们也担心 学生在学校学英语的时间减少 要在校外找家教来补习 教师们认为 课程压缩只是为了更好的教授课程内容 学生只要努力学习 就能掌握好课程 虽然学生的学习压力增加了 但教师们也面临更大的工作压力 他们需要安抚家长 同时也需要自己适应和解决新政策带来的挑战 为什么减肥总反弹 研究发现肥胖会改变大脑神经元 社交媒体 肥胖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健康问题 与多种疾病和心理健康问题相关 最近的研究发现 肥胖者的大脑对食物的应答受损 并且即使减肥成功 这种负面影响也没有得到逆转 这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减肥最终难以成功 体重会迅速反弹 这项研究为肥胖病理生理学和减肥疗法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见解 预防肥胖和保持健康体重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应贯穿人的全生命周期 肥胖问题是全球性的公共健康问题 与多种疾病如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的发病率相关 与心理健康问题也有关 最新研究发现肥胖者的大脑对食物的应答受损 并且减肥成功后也无法逆转这种负面影响 这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减肥后体重会迅速反弹 这项研究为今后开发针对肥胖者的减肥疗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肥胖的预防和控制应贯穿人的全生命周期 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在饮食方面应秉持平衡膳食和食不过量的原则 合理搭配食物并控制总摄入量 在运动方面 儿童青少年每天应进行至少60分钟的身体活动 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的有氧活动 预防肥胖和保持健康体重是每个人一生中都需要重视的课题 前一秒欢笑 二宝妈机上突然发病迫降后身亡 社交媒体 一名41岁的女乘客 在美国航空一架从多米尼加共和国飞往美国的班机上 突然身体不适 最终在紧急迫降后被宣告身亡 事件发生在上个月28日 当时这名女子正在飞往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 虽然在飞行途中接受了机组人员的急救 但飞机仍不得不紧急迫降在英属普罗维登西亚莱斯岛机场 当地警方表示 女子在机上接受了CPR急救 但最终被宣告身亡 目前当局仍在调查她的死因 尚不清楚她身边是否有亲友陪同 据称 死者是一名来自印第安纳州中部的女子 她是家中五名兄弟姐妹中的唯一女孩 同时也是两个漂亮孩子的母亲 这起不幸事件引起了许多人的哀悼 父子到废弃宅寻宝 金属探测在地板上发现尸体 社交媒体 这则新闻报道了美国密西西比州一对父子 在废弃房屋中使用金属探测器寻宝时 意外发现一具尸体 他们之前在寻宝中曾发现过一些历史文物 但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警方已经对尸体展开调查 试图解开这起神秘命案 霸道车祸现场工作 事后才发现死者是自己儿子 社交媒体 这则新闻讲述了美国纽约一名父亲 奉命前往肇事逃逸车祸现场工作的故事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处理的 就是自己儿子的命案现场 事后他发现真相非常悲痛欲绝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和令人心碎的故事 凸显了人们在面对悲剧时 所经历的痛苦和无助感 家属现在希望能够尽快找到肇事者 为泰勒的死亡找到正义 这个故事也提醒人们要珍惜自己的亲人 并且注意交通安全 美主题乐园开幕第一天爆枪响 600人斗殴一人中担 社交媒体 美国乔治亚州一家主题乐园 在开元首日发生了大规模斗殴事件 约500到600人在园区内奔跑、打架 其中一名警察回击导致一人中担 伤者情况不明 警方到达现场后控制了局势 将人群疏散并引导到马路上 目前警察并未受伤 但有一辆车遭到毁损 主题乐园方面表示 他们致力于提供安全、有趣的娱乐设施 采用最先进的安全系统 并有强力的公共安全部门 他们呼吁所有顾客遵守行为准则 不容忍任何违反规范的行为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